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使用的传感器技术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 使用了两种传感器 这两种传感器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逻辑实验里面 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因此在这里面 不会再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 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 实际上就采用了NPO6050 这些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逻辑实验 就是我们这个零基础完赚Codex AM系列CPU 这个课程里面 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 因此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请大家回过头去 把这个课程的内容看一下 如果这个没有完成这个实验的 请同学们下来把这个实验完成一下 再进行接着进行我们这个项目开发的这个实战 好 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实际上就是用这个DHT11 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零技术完赚Codex AM系列CPU 这个课程的第9课给大家做了介绍 因此如果大家不清楚的 还是可以回到我们这个第9课 把这个视频看完 把这个课后作业完成 再继续我们这个项目实战的这个学习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用到的存储技术 首先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存储器的一个选择 正面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小工程经验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清除系统开发里面 我们如何选择存储器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是否有必要选存储器 我们要是否有必要使用存储器 这个是否有必要使用存储器 首先就要看我们这个项目有没有要需要长期保存的一个数据 如果没有的话呢 实际上是没有必要使用存储器的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 这个保存的这个数据量有多大 而且这个数据每次是否会被更改 如果我们这个数据很小 而且每次开机以后呢都会被更改 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使用存储器 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些很小的数据呢 并且每次要被修改的数据呢 直接放在我们这个MCU的这个ROM里面 我们把它可以放在我们这个MCU自带这个ROM里面 好 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要使用存储器呢 比如说我们要存储 每次都要存储一些新的数据的时候 而且呢这个数据量呢 可能也不是会很小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一个存储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选择存储器呢 我们就要看几个方面啊 首先呢就要看我们这个存储的数据量的大小 存储的数据量 我们要看这个存储的数据量 如果我们这个存储的数据量比较大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比较大一点的这个存储器 容量比较大的存储器啊 如果我们这个存储量比较小呢 而且啊对这个存储的周期呢没有一个过长的一个要求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要求数据存储一个星期 每次呢就存储几k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就使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存储器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考虑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个存储器的一个读写次数 读写次数 因为每一种存储器 它的这个读写次数是不一样的 比如像铁电这个存储器 它的读写次数呢就非常的高啊 可以对它进行多次的读写 而相对于land flash no flash 我们这个读写次数呢实际上是有限的啊 但是呢对于我们一般的应用也够了啊 也足够了啊 因此呢还需要考虑什么呢 还需要考虑这个温度范围 比如说对于一些工业上的应用 车载的应用 还有军工上的应用 那么对这个存储器呢 就要考虑它的一个工作温度范围 以及存储温度范围 必须达到我们这个整机要求的这个温度范围 好 那么我们这个选择存储器呢 还需要考虑一点成本 比如说啊 刚才也提到这个铁垫这个存储器啊 铁垫这个存储器呢 它的成本呢就非常的高 因此呢 我们只有在一些特殊场合才会去使用它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使用land flash 或者是小容量的no flash 就足够了 或者是使用一些一方Prom 就足够了 好 我们主要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 我们是否要选择存储器 以及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存储器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选用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SPI接口的这个flash存储器 这个存储器呢 在我们的之前的12课 我们SPI接口和flash存储器实验里面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因此呢 如果不清楚的同学呢 可以再回过头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存储器的一个内容 好 我们这个项目的关键技术点的一个分析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下来呢 能够给大家留几个作业啊 就是首先希望大家下来能够去查一下蓝牙 去百度下蓝牙 再把这个蓝牙是什么 蓝牙的一些特点呢 再自己去看一下啊 并且可以重点去看一下我们这个BLE蓝牙的一些特性 然后对我们这个几个存储器 还有这个存储技术呢 希望大家下来能够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课程啊 看看我们这个这几个传感器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编程接口 我们当时是如何对它进行一个编程的 对这个存储器呢也是一样啊 希望大家那下来能够回过头去 看一下我们之前的内容 把我们这个存储器的一个编程呢 再回顾一下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项目关键点的技术分析这个小节呢 就先讲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小节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重难点分析 好 谢谢大家